12月17日,团结香港基金中年工作事项会议在香港举行 全国政界副主席董建华发表了主题为 《无惧风雨,克服逆境,共创黄金时代》的致辞 他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过去一段时间,单边主义、贸易摩擦、科技争端 新冠疫情正在颠覆全球格局 为全球不同的政治体制带来一次强大的压力测试 以欧美国家角力之强,面对新冠肺炎都显示着作手无策 唯独是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严峻考验的起初 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出台完善的有效应对方案 再加以强大的执行能力,以及举国上下的配合支持 结果成功控制了疫情的散播,化解了危机 但是中观全球,我恐怕未来一两年世界经济极有可能持续下滑 谈及中美关系,董建华表示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能否重建仍有待观察 期盼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手法能回归理性,大道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董建华指出,当下的中国已成为全球大变局中的重要内容 他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这一切都证明国家所走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今面对变局,中国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全球风云就变的之制,中央将创新放在全国发展格局的 合新地位,带领国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 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 国家的经济动力也会由以往出口导向 逐渐转为内需的大动,形成国内、国际相循环的全新发展格局 所以不能迁路如何的曲折和欠阻 我深信中央十四五规划一定会实现中国2035年 特殊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的目标 一定能够得到,我深信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好中国的事 聚焦香港问题,董建华认为 在全球大变局中,香港正迎来百年一遇的契机 如今,国家正在迈向全新发展阶段 为新的百年目标奋斗 香港要当仁不让,把握机遇,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表示,自己对香港人的灵活变通 对香港社会恢复稳定安全 对香港人成功融入大湾区和国家发展 对国家提供的坚强后盾 以及对一国两制等五大方面都有信心 相信香港能在大变局中再创黄金时代 修补撕裂,大家站稳脚步,调整心态 坚决支持落实一国两制,积极涌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以创新思维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革新 我深信,香港一定能够培养新的优势 实现新的发展,沉获新的动力 Huffer已经在大变局中再创赚新的黄金时代 Huffer